万荣乡马远国小地处偏僻 有近半数的学生通勤交通困难 校方拟定向上争取21人坐校车保障学生 就学安全与便利 但碍于相关法令限制受阻 县议员简志龙高度关注 今天上午特别邀请了县政府教育处 原名校长连议会 以及步步共诚社区协会 家长来共同召开专案会议 听取在地新生也寻求解决之道 马远国小学生住家居落分散 距离学校2公里到8公里远的学生就有近半数 近年来一步步共诚 来承接学生上下学交通的社区发展协会 现在也出现问题 然后我们每一年我们就是要报计划 才有这个经费 照顾我们的司机 保养我们的车子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计划不通过了怎么办 这个是对我们部落学校损失最大的一个机会 步步共诚今年也转型成收费 性质的幸福八十二点零 无形中也造成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 因为公车上他比较就是 他的时间有时候 比如说小孩子五点多放学之后 他都是六七点才有车 我孩子在外面游弹啊什么的 也比较危险 但是步步共诚生他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比较针对小孩时间接送方便这样 然后再就是我可能再提一下是说 我们这个万荣乡的所有的家长的工作 不是很稳定的 大家都是属于做那个打零工的工作 车零也老了 然后那我们来这边赌输 现在校方计划向国教署申请购置校车补助案 碍于相关法令限制计划促交 学生同情交通期待解决 也令校方头疼不已 县议员简志龙高度关注 今天上午特别召开专案会议 邀及县政府教育处 原住民校长联谊会 以及社区学生家长等共同研议解决 有在跟中央这边在做更详细的一个讨论 是否就跟整体的一个就学的一个需求 在一直在争取 在跟我们的中央 跟我们部会来争取我们这个学生的交通车 由于部府国教署特偏交通 补助公共交通工具站牌 达5公里以上的指标界定 校方申请购置校车补助计划也受阻 县议员简志龙除了透过立委高金素媒 从中央协助 在专案会议中也请县政府多加把劲来配合 因为我们部部构成它还是有其他的盲点 虽然它是一个事半性的计划 再来说它也不是长年预算 它是事半性的计划 所以我们才会仰赖 就是教育优先区的非三非四的 整合性的计划里边的最高额的500万 对他们来讲的话 21人做的孩子基本上他可以去做满足 而且说在我也是要拜托县长 以及华林县政府 如果这台车能够构足得到的话 那其实在人事上 还有在我们所谓的车辆的围管的部分 那其实它可以透过长年预算的来编除 其实就可以解决孩子们上下学的问题 今年来马远国小与部落共好互助 不论部落文化还是校务发展上成效作助 学生也从原本的二十几位 现在成倍数成长来到44位学生 但有近半数的学生目前面临通学交通的不便 校长吕国良期盼先政府到中央都能重视 并且支持协助 共同解决偏乡偏校学生就学交通的困境 记者是玉兰 万荣采访报道